自從上岸後,我見過不同的工 希望不要一上水就被人炒油了 直至有一天 天文台的環境輻射監測計劃 就是這樣,我離開了逗留了一個星期的街市 Hi,多多指教 根據計劃,我們會被安排量度不同種類的核數 測試我們這些吃得下肚的東西 有沒有人工放射性物質 在日常生活之中,跟人類一樣 我們都會接收到太陽輻射 但這些叫做非電離輻射,行量比較少 而食物中如果有C90這種人工放射性物質 是會放出β輻射的,屬於電離輻射 雖然都是輻射,但能量就比較高了 對於食材來說 世界上每一份工作 最終都是要壯烈犧牲的 我們磅完寵之後 不能吃的部分就會被拿走 然後切細和攪碎 再入熔爐灰化 有機的成份就會從中消失 留下的只會是一些瀉微的金屬和礦物質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化學過程 加入C的再體溶液 濃消酸、濃鹽酸 再加熱、再攤凍 加水、稀色和過濾 再加入幾種溶液和緩衝液 調一調角酸鹼度 沉澱再過濾 再連沉澱物和類似一起入爐燒 將殘渣再溶再過濾 分離除去雜質 提煉再沉澱再控肝 就得出這些白色含有C的碳酸粉末了 經過七七十四天之後 我的情況終於穩定下來 可以步入計劃的最後階段 通過低本底阿爾法貝他粒子計數系統 8小時的測量 就會測試到我體內 真是有C90 這些這麼微量的Beta輻射 相信是上個世紀 很多國家做核事的時候殘留的 想知道多些檢測結果 可以留意我們每年份報告的 可以留意我們每年份報告的 下次再見